高考结束了,你对这次测试满意吗?如果你正在心灰意冷,希望今天的故事能帮到你 今天的33号放音室为大家带来5个不可能变可能的事 与上帝一起奔跑的老人 福甲辛格是英国前马拉松运动员,出生于1911年 从1995年开始,受到家庭创伤的他开始认真对待跑步 最终参加了国际马拉松赛事 2003年,在多伦多海滨马拉松赛上,他以5小时40分的成绩 打破了90岁以上参赛者的马拉松记录 然而他的脚步并未停下 2005年,94岁的福甲辛格创下了200米,400米,800米和3000米的英国记录 这些记录都是在94分钟内完成的 2011年,在100岁的时候,他分别完成了100岁这个年龄组的8个世界记录 2011年10月16日,他又以8小时25分17秒的成绩完成了多伦多海滨马拉松赛 成为第一个完成马拉松比赛的100岁老人 2012年7月,辛格举起了伦敦奥运会的火炬 他的故事激励和鼓舞了无数的人 2013年,在香港马拉松后,他正式退赛 并开始致力于慈善事业 2015年,辛格在新年荣誉中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 以表彰他对体育和慈善事业的贡献 在接受采访时,他将自己的身体素质和长寿归功于戒烟戒酒 以及遵循简单的素食饮食 谈到马拉松他说,前20英里并不困难 至于后6英里,我一边跑一边和上帝说话 独自在亚马逊雨林生存36天 安东尼·塞纳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2021年1月28日 他驾驶直升机在亚马逊雨林上空大约1000米的高度飞行时 发动机突然停止 幸运的是,他在丛林中安全降落下来 由于飞机开始漏油 他赶紧拿起任何看起来有用的东西远离飞机 不久后飞机爆炸 最初的5天里,他听到收救飞机在上空搜寻他 但由于植被太过茂密 救援人员并没有看到他 在那之后,收救工作便停止 通过手机上的GPS确定方向后 他决定一直向东走 希望能走出雨林 很快他消耗完所有的食物 雨林中还潜藏着美走虎、鳄鱼、蟒蛇等掠食者 由于不确定雨林中的野果是否有毒 他吃猴子吃的果实 整个求生过程中唯一的蛋白质是三颗鸟蛋 在一共走了28公里 体重减轻了25公斤后的第35天 他终于听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机器的声音 方向走去,终于来到了一个巴西坚果收藏家的营地 最终获救 与自己赛跑的马拉松极限挑战者 吉普乔盖是肯尼亚长跑运动员 2003年18岁的他获得世界田径锦标赛5000米中长跑冠军 随后多次参加运动会 获得多个奖牌 自2013年开始 吉普乔盖开始参与马拉松 并开启了开挂的人生 参与马拉松比赛12次 其中11次获得第一名 将马拉松世界纪录 从2小时05分30秒 缩短到2小时01分39秒 并多次创下赛道记录 2019年在英里市1小时59分挑战赛上 吉普乔盖以1小时59分40秒的成绩挑战成功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2小时内跑完马拉松的人 第一个登上珠姆拉玛风的盲人 埃里克·维亨迈尔是英国运动员 冒险家、作家、活动家和励志演说家 15个月大时 他被诊断出患有青少年失望膜披裂症 并预计在13岁时完全失明 2001年5月25日 他成功登上珠姆拉玛风 成为第一个登上珠峰的盲人 2002年9月 他完成了登顶七大洲最高峰的目标 当时全球仅有150人实现了这一目标 而他是唯一的盲人 2014年9月 他和另一位失明的老兵一起划皮划艇 穿越了全长446千米的大峡谷 大峡谷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激流地点之一 他完成的挑战远远不止这些 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地方完成了世界级的3D自行车比赛 穿越摩洛哥的沙漠 参加难度极大的原始挑战赛 艾利克的毕生工作是帮助那些被边缘化的人 找到生活的目标和满足感 2005年 他参与创立了非盈利性组织《无障碍》 其口号是 你内心的东西比阻碍你的东西更加强大 旨在激励更多的人战胜内心的恐惧 艾利克的冒险经历 为他赢得了数十个奖项 认可和电视采访 2017年 他被男士杂志评为过去25年最具冒险精神的25位男士之一 用嘴巴打乒乓球的强者 如果你有两条胳膊和两条腿 你的大脑能正常工作 那么很幸运 你不是残疾人 来自埃及的伊布拉辛哈马托 在10岁的时候因为火车事故失去了双臂 虽然失去双手 但他有远大的梦想 他希望在运动场上挑战自己 在足球和乒乓球之间 他选择了更具挑战性的乒乓球 失去双臂的他用嘴叼住球拍 用脚发球 独特的打法实际上非常困难 赛场上不仅仅是体力上的较量 还需要精神的专注力 经过不懈的练习 哈马托获得2013年和2014年非洲锦标赛银牌 他也是残傲运动史上第一位用嘴练习乓球的选手 他的坚强和毅力深深的打动了每一个观看过他比赛的人 在一次又一次的刷新世界一路后 依然选择不断突破人类的极限 被困在雨林中 信念和毅力让他坚持到最后 双目失明却做出正常人都无法超越的成就 忘了自己的年龄却依然热衷跑步和慈善 失去双臂依然挑战自己赢得冠军 他们在遇到我们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后 依然选择直面困难 哪个故事最令你印象深刻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肚子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